1号当天公僚区渔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渔民节庆祝大会 现场包括了多位民意代表还有地方人士都渔会参加 而今年共有12位渔民接受表扬 其中年仅35岁的蔡雪广 5年前回到家乡帮忙父亲的事业 再经过他的创新做法 也让家族事业再创一片天 而今天获得表扬 他腼腆的表示很开心 会继续为地方渔业努力 渔民节是渔民的重要日子 一年都辛苦在外捕捞渔获 或是从事相关渔业的渔民们 在今天都聚在一起 场面好热闹 渔民节庆祝大会现场 包括共疗区渔会理事长陈国光 立法委员李庆华 共疗区长陈文俊 议员临义企服务处主任黄朝明等人 都到现场共上胜举 现场还有奥底国小山雕师 芙蓉家政班婆婆妈妈的演出 获得满堂彩 今天这个桌面上 今天来给我们这些 这些 很純义打招 这些孑右毅和木杜毅 会最大一加高雷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一个柠檬 嘉政班婆妈妈 那些都有百万钱 来给我们财告 也会表演 还有我们三条斯 我們共產黨的社會很打招 現在高亢包市 富裕都很成功 又打響了全國名號 真是不簡單 在民評語的打招 我們社會在國光、文藝、立美總幹事 和全體理監事和他們盜三天 現在高亢暴雨進行攻 確實把我們在共療這邊的一個特產 做了全國最著名 我相信我們的漁民 在這一塊的一個養殖漁業的部分 它品質是世界第一流 當然我們立委這邊其實也都在協助幫忙 一些大陸性交流部員這邊表達感謝 另外我們這邊在公所這邊 其實也很感謝我們尤其一位陳國光理事長 在我們老人共產的時候都是無償全力去共 這部分代表我們共產黨 我們全民的民眾 給我們陳國光理感謝 今年共有12位模範漁民接受表揚 其中最年輕的蔡學廣 年僅35歲 原本是上班族 因為父親的漁業事業缺人手 加上他認為這行業可以繼續發展 五年前毅然決然回到家鄉來幫助父親 才五年的時間就獲得模範漁民表揚 對他來說意義重大 以往的傳釣工作 我爸接的業務主要都是 主要都是一些職業課 職業課的客人就是 就是釣回來賣 對 啊這樣就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讓一些喜歡釣魚的人 一些來轉型慢慢有一些 蔡學廣說父親從事傳釣工作 以往都是接一些專門要把魚拿去賣的職業釣課 從他接手後 他試圖將客群慢慢轉移到真正喜歡釣魚的民眾 發展另類的休閒觀光產業獲得不錯的成效 介紹成為共聊採訪報導